大家好 來到第二節 順防的朋友一眼看這個 這段影片是直播的錄製版的下半部 因為小弟沒有交上網費 所以不能上網 即使借了朋友的地方 可能器材和氣場出現了問題 他們的八字不太配合 可能Modem和Land線的八字不配合 可能我經常罵一條Land線 留下來吊鏡這麼長 那你用來吊鏡吧 就把我交到上網 所以想聽完整版本就聽上一集 先聽上一集 這是香港新聞來的 這集主要講國際新聞 那就來了 國際新聞 首先FDA 即美國的藥物 不知什麼局 已經授予了Moderna 輝瑞 以及Balontech 的電郵可以作為加強劑 緊急應用授權 其實全部都緊急的 因為這次批准授予的電郵 是沒有提供在人類身上的臨床實驗報告的 每次都是 不是嗎 那些都有的 很少 這次是沒有 然後只有實驗室的動物做評估 而且只有八隻老鼠的結果 八隻老鼠 就是A4A 那一場好像昆天戲 八隻老鼠在那裡 神經病 就完了 昆天戲可能也不知四百隻 我覺得有幾個人在場景裡演戲 八隻老鼠就好像 所以只有八隻老鼠的實驗結果做參考資料 神經病 希望大家不再需要每年都不斷打電郵 從輝瑟的CEO Albert Borla 就說 新的武肺電郵已經獲得FDA授權 可以預防十二歲以上人士 還到武肺的風險 那些人就說 你說過那些東西 打一打一打的時候就說過 是啊 聽過很多次這些說話 這兩年都聽過幾多次 不過我還要不斷打 其實電郵講到這裡 之後就厲害了 我們去到能源的問題 能源在這個禮拜變了主角 那麼厲害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 關於能源環保的議題 是以一個半核彈的方式出現 那麼嚴重 首先就是密蘇里州 就告過拜登政府 就關於這個言論審柴問題 先說過這個 突然間又不說能源 起了個這麼漂亮的頭 因為我發覺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呢 話說在今年5月中開始的 密蘇里州檢察長 Eric Schmid 和路歷斯安 檢察長Jeff Landry 一起對這個 有拜登政府和十幾個聯邦機構 就告過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拜登政府和Facebook和Twitter 和其他一些社交媒體平台 就逼他們 搞出他們之間的文件和通訊紀錄 從而作實他們有沒有對 討論審查制度和執行的內容 本身整件事不是很順 因為你又要有理據 去令他們拿出資料 你的理據又來自他們拿出資料 即是 自己裏面的 那我不拿你沒有資料 那你沒有資料 你就叫不到我拿出資料 那就變相 本身的事情是卡在這裏 誰知道 這個大家都很不喜歡的職業人 朱西伯格突然間出賣了拜登 我真的可以用他是故意出賣的 為什麼呢 話說他最近 我上個星期就說 他上了Joe Rogan採訪 即是接受訪問 Joe Rogan是一個郵派 很出名的郵派 總之他會打電郵 打電郵 一定是這些立場 然後不知為什麼朱西上了去 他真的是朱西來的 不過我懷疑他專門的 為什麼呢 他在一個採訪中直接承認 就是FBI要求審查錯誤選舉的資訊 就是對亨特拜登的資訊 進行了7天的審查 即是關於電郵的東西不可以提 那些什麼1月6日那些 一定是暴動 支持他的都要電 然後根據Joe的檢察長 拿到Facebook和拜登政府往來的電郵裡顯示 兩者每個星期或者每個月都會討論 包括在電話或者見面的會議 就是在這個媒體 或者這個社交平台上面的審查內容 當中還包括其他科技巨頭 還有DHS CDC 我忘記是什麼政府部門 CDC 就是衛生局 NIAID 即福奇那個 都是關於電郵的事情 就是人口補查局 美國外科醫生 國務院財政部 FBI 和美國大選援助委員會等等 其實這一系列的全部都有審查 即是你不可以吊交福奇 你又不可以吊交一支電郵 你又不可以吊交NIAID 如何收錢 FBI又不可以吊交 FBI又不可以吊交 一直在這些現在進行式的數以萬計的通訊紀錄 這些可以說是白字黑字的政改 亦都只需了美國人受到美國政府和科技巨頭聯手打造的審查 被審查被損上是因為他們的言論和美國現在的政府的政治立場論量就不一樣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審查 所以就 文字獄 就多謝朱西說了出來 這件事就順理成章了 不能鬥了 那個法庭就可以因為 你不可以說它有一個很實質的證據 但它就有個誘因就是朱西直接說 Facebook負責人承認了 那你要批 你要批個許可給我 他們要交他們的通訊紀錄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 朱西突然出賣了拜登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真的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內控的四夷人 然後就說這個能源事 之前我們有提過荷蘭有些農民出來抗議 因為那些淡排荒 就是懶環保 然後你們不允得牛 你們又不允得牛 還有種植物都會有淡排荒 都不行 就限制 然後農民不批街 你傻了 種植物有淡排荒 明明種植物是會令到淡應該減少 因為 二氧化碳減少 因為植物很需要淡淡甲的 就是它那個重要的樣分 哦 不知道第一 農民重點就是 這個是針對農民 會令到它的產量減少 如果你要撻伐那些植物 就會釋放出來 那樣東西 是的 重點就是搞雞農民 然後那些左膠國家 就是荷蘭這些 現在法國、德國、比利時都發生了 這個農民的抗爭 就說你不要因為氣候變化不齊 你爛糕我 然後搞糕我可以 然後最搞笑的就是 加州都叫停電動汽車充電 因為話說 加州這個空氣資源委員會 上個星期四投票 就是禁止銷售帶有內燃機的新車 所以去到2035年 加州只會容許人民購買電動汽車 這個也沒有引擎 對 還有不會再有那些汽油車 都不會有的 當然 沒有Fast and Furious 沒有的 都可以用Tesla 那邊可以 你踢下去那一下 但是它們加速也很快 都是3秒 每個人都說開個都可以試打機 你踢下去那個腳制 沒有那些回饋的感覺 就好像踢別人的打機軚盤 一夜就到底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因為它是那個兒子 對 人們說是打機 不是開車 作為民主黨的實驗周分 玩這些傻子的東西就很正常 對 他們目的當然是全國都用電動汽車 拜登也是這樣的 他已經說聯邦機構要用電動汽車 誰最大得益 他們就覺得這樣可以減少碳排放 其實他們是對的 因為這樣會令人少了開車 如果要迫全部人都用電動汽車 因為他們不夠奪力走那麼遠 美國很多車穿州過散 而且最近真的被你渡了 看《Breaking Bad》 看《Breaking Bad》 真的很好看 神經病 我不是這幾天 蠻糟糕的 我看了第三季了 我又看了又晚了季了 真的很不開心 但是我會很快去找回 《Breaking Bad》 真的沒有話可說 大家記得要看 不過算了 那些人不喜歡我 在說時事的環節 說電影 不說 好 我們繼續 然後呢 究竟現在最恐怖的那個位置 因為發電 其實你都是用煤 用天然氣 你都是用那樣發電 你才會有 用化石燃料才能發電 當然你可以說 你在那些地方會有效一點 你直接把汽油在車上轉為動輪 還是由發電廠變電 再到你的車上再變動輪 有機會是電動汽車的效率會比較高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能源貴 電費當然貴 而電費的升幅是比汽油高 電動汽車的價格 同期是增長了5.4% 但是它的電價 但是汽油動力汽車的汽油 只是上漲了10% 所以就 不不不 sorry 我反過來 電動汽車 首先應該這樣說 電動汽車太貴 所以平均價格去到6萬多美金 買一輛電動汽車回來就太貴了 5萬萬 但是你二手 你香港可以幾千元 幾千元 兩三萬元 或者五六萬 已經有二手Benz 還要美國一個完全以汽車代步的地方 他們的二手車 炸車更便宜 而且因為你汽車 二手 我不熟 但起碼有電一定會換 而最果一等一定是有電 所以二手市場就不知了 不過我剛剛想說的就是 電動汽車的價格 比汽油車的價格更多 雖然你不斷購買 但製造也比較多 還有你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電動汽車 你才會齊一點的功能 即是它要開功能 它已經有了 也要你付錢才開 它可以限你速度 它說你的電動 其實本來容量是比較大的 但因為你的計劃不適合 所以就硬切了你三匹一電 即是同一架Tesla 你給50萬買 和給70萬買 是同一架 純粹是70萬一個 我多開功能給你 我多開一些功能給你用 很難電 很難電 電動汽車真的很邪惡 因為真的可以玩得很盡 我真的很歡迎那些黑客 你真的要回頭 可以玩碰碰碰車 黑客可以玩碰碰碰車 大解放 全部要碰碰碰車 嘩 如果你黑客真的開到Tesla 解開了 你可能好玩很多 全城的Tesla 變成要碰碰車 我也不要說這樣可以控制它 即是你解開它 它開了所有功能 那些無人駕駛 一定有 你知道嗎 當搖控車 開的家 全部都在停止 整個城市的無人車 兜夜 都沒有電 停止了 那件事已經好玩了 正啊 好 喂 竟然是錄播的人 課金 神機 上載了沒有 我們這條影片 好 然後越推動電動汽車 電網就越死了 越來越多人用電 所以現在加州是說 他建議別人買電動車 但同時建議電動車的司機 不要再充電了 減少充電了 不夠電了 真的 很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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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明白 那些左膠是這樣的 因為 難聽一點 你計劃經濟就會拆掉 因為你不會有個自由市場 這麼有個無形之手去操縱 你沒有政府津貼的 其實可能根本上已經不會有電動汽車出現 因為製作成本太大 你是要直到一刻就是個 你以Elon Musk這樣瘋了 Elon Musk是政府資助的 是因為電動汽車還是 他那時候玩自動無人駕駛 就是DARPA 美國科技研控部門 陰謀論的黑心 每隔幾年就會給一些課題的項目 給民間企業去做 好像他設定了行動 無人機 Facebook都是這樣玩 Facebook推出的那一年之前 就是DARPA停了社交媒體的項目 第二年就有Facebook 很多這些東西 網絡就是DARPA搞出來的 沒錯 好 我們不說音謀論 總之就是已經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剛才不是音謀論 真的是官方計劃 我知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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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就說一下為何那些電這麼貴 因為原材料那些 石油氣 天然氣 天然氣的石油就很貴 源頭就是來自你制裁俄羅斯 你制裁俄羅斯 你制裁俄羅斯 我出了一段影片說 為何普京不怕制裁 我不是說SWIFT沒有用 但不會有打想像中那麼好用 然後現在現實就出來了 就是他們是賺大錢 俄羅斯加中國一起賺大錢 發大財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走水貨 中國人最擅長就是走水貨 因為 但這次終於是做得益過方 香港以前走水貨 就是香港有美麗奶粉 大陸沒有 香港買奶粉 就帶上大陸 但現在呢 俄羅斯的天然之餘 俄羅斯有美麗 但不能買 那就見過我中國買 還有很多中東國家都是這樣的 不是只有中國玩 中東國家都有玩 所以現在歐洲的國家 要是跟中國買 要是跟中東買 然後他們全部心知肚明 你們這批東西一定是來製俄羅斯的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就開心死了 然後呢 因為他們停就停俄羅斯天然氣 但你天然氣停了 變成石油又會貴 因為你是替代品來的 OK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相當之有趣 然後歐洲全部都 大家好像很落台 總之我不是直接跟羅斯買就算了 然後最瘋的就是 中國又停電又限電不齊 就是什麼呢 中國是我放棄我國的生產 我都把那些東西埋去外面 就是不要煩阿屌 他們現在全力賺貿易差 他們在這裡 不理民生 不理民生 OK 因為歐洲他們買的 是中國的過剩出來的 就是多了的 我不要了這些 你拿去吧 這樣也賺夠了 賺夠了 但其實你中國內部 又閒電又熱死又冷死又什麼 又浸死又冷死又浸死 但是都 但是都把天然氣賣給外國 神經病 然後就很好 我覺得 香港也是 大陸今天也出現了一條影片 不知道有沒有看 有幾個人就在電梯頂上搬行 他們就打算把行李箱 逐個逐個放在電梯上 慢慢下去 他們會 第一個行李箱一出去就擠進去 兜東西撐到那個人 這樣 那些很穩定桌 大家是不是看到那條影片 上那個 十分之好 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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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戰場 安樂 我們繼續 俄羅斯現在轉向 間接地繼續向全球輸送石油 現在他們的石油量 其實已經跟入侵烏克蘭之前的水平差不多 還隨著油價上升 我本身是可能要賣100個單位才賺100元 現在我可能賣70個單位已經賺100元 因為石油很貴 他這樣轉接賣一定不會有原本的生意 但也有原本的錢 單價又貴了 但也有原本的錢 真是好 這個世界真是扭暗花盟有一串 我稍後再說 為什麼我會這麼早知道這件事 查譽真相 為什麼會比這個《壞街日報》還早知道 雖然我當然沒有他們這麼充足的資訊 的收集能力 全家的大型經濟體都需求俄羅斯在向烏克蘭發動戰爭之後的能源中佔了上風 令西方國家利用制裁來削弱俄羅斯經濟 但現在就要落空 因為俄羅斯的出口市場的銷售火爆 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國 另外就是新的貿易這些安排令到普京能夠將天然氣出口 作為經濟武器對抗烏克蘭的歐洲盟友 你不要要我停咎你 在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前 歐洲有40%天然氣是來自俄羅斯的 戰爭爆發之後俄羅斯自己自行減少了北溪一號 對德國的天然氣輸送 以及傾向其他管道的天然氣輸送 導致石油價格上升和能源價格上升 歐洲就大量通脹大家也看到 石油收入遠遠地彌補了天然氣收入的缺口 即是我天然氣我少買了 但我石油買了很多 這個就是重點 做什麼 剛剛這個 陳雲做什麼 他說這個G7工業國達成協議 12月5日開始向俄羅斯產的石油設價格上限 禁止保險公司向高於上限價格的海運提供保險 是 他是不是在控制價格呢 即是不給俄羅斯賺這麼盡的意思呢 不知道 剛剛見到陳雲老師說的這個性格 是 即是他用保險來令到你不敢再運輸油 沒有船運公司願意跟你承擔這件事 是 行不行呢 到時你又另一條路 不過就看這個 即是我暫時分析不到 有條喉直接去歐洲的 真的不知道 是的 這個 再想想怎樣 價格上限 即是貴 保險 不給你買保險 即是如果石油太貴的話 就不給你買保險 其實他 這個就很有趣 首先有石家有陰陽合同 我不知道國家之間會不會有 很難沒有 很難沒有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看需求彈性 我不知道高人知道什麼需求彈性 即今天 每個人都要喝水 即不要講這個例子 需求彈性用什麼例子好呢 例如電話 每個人都要電話 即是陳少始都認同 當然是 沒有電話都要有手機 沒有電話都要有手機 所以一定要有 是的 所以就 每個人都要有 所以這部手機賣五千元 賣六千元 你都會買的 這個就是那個需求彈性 當然你可以說 他有很多不同型號 他有很多不同牌子 但你們手機這件事的需求彈性 是很低的 即是你沒有彈性的 其實他賣多少錢 你都要買 因為已經太必要了 即是你街市市場價格 每天都變你都沒辦法 是的 即是你一定要吃飯的 即是你 都不行 因為你有替代品 你可以吃蛋糕 是的 應該怎樣的需求彈性 怎樣講呢 應該用什麼例子好呢 不要緊 之後再想這條影片講 是的 即是 那個需求彈性就是 譬如我們一定要用電的 你不會突然間 林超英上身 是 不能開冷氣 是 那變相就是 他的電費加10% 加20% 可能你開冷氣的時間 是沒有變的 那就是那個需求彈性 就很低了 是 因為你不會因為他加價 而改變你的行為 或者你不會買少了 是 那什麼叫需求彈性很高呢 是 就是他有很多代替品 是 還有他只要一動那個價錢 你就不買了 如果我馬上不買 我就買第二樣 是的 就是譬如好像 A4紙 我不買AA 我就買不知什麼牌子 薄筍一點就是引到東西 我就買洪出氣 我就不穿夠了 買底褲 我不買Bossini 我就去佐丹路 你貴一元 我馬上去佐丹路買的 你又不是特別好穿 哦 就好像那些兒童疫苗 太貴了我們不買 用溝氣那些 這個就是需求彈性很高 你一個價錢我就走 就不買 能源是需求彈性很低的 你車要炸 電腦要開 燈要開 伺服器要點 工廠要開 整個國家運作 你沒有能源的事 所有東西都是要能源 是的 你不會因為他加價10% 然後你會開少了10%的時間 不會的 你會照常的 是的 他的交通燈都是這樣亮 是的 這個需求彈性很低 然後呢 他這個方法呢 其實他最終都是那句 就是需求彈性低 就是benefit那個產品提供者 是的 那為什麼呢 之前的石油價格不是下跌很低的 為什麼呢 美國有自己業務油封國開採 那些中東又放 然後就是 能源供應很多 那就是你賣貴少少 東雲跟你買 OK 但是你現在又封鎖了 然後那些中東國家就是 我專門出那麼少食油 吹鎖醬 因為我貴一點嘛 我出那麼多給你 就又壓下去 油田在那裡了 100萬噸就100萬噸了 那我的國家接下來的100年 就是吃這100萬噸 那我這100萬噸 每一噸賣1元還是10元呢 就影響著我的國運 我燒了它 我都不買給你 吹鎖醬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然後到吃的就是 都是歐洲或者美國自己吃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也是這樣說 為什麼我當初會猜到 就是你歐洲一定跪低 因為他們不是能源獨立 那他們就是人家 你要制裁一些你自己必須的東西 就是你發誓 我不跟女生玩 最後受苦的你 養狼狗咬自己春袋 不是 你是直接回家打飛機 你不跟女生玩 那就回家打飛機 也是的 就是受苦的自己 很慘 就是這樣 這個比喻比較好 就是男性對女性的需求彈性很低 是 就是女性怎樣巴辣都好 怎樣港女都好 跪在那裡 都是這麼喜歡 對 打14巴都是這樣 都要跪低 這個需求彈性 挺好的 用這個來做理智挺好的 是的 然後呢 俄羅斯每個月平均石油出口 其實也有達到200億美元 相對於2021年 其實平均每個月的出口額 是146億 是升了很多 而距離8月是再升的 但其實那個重點是 他們的石油出口是下跌了的 之前是七八四十萬桶的 不是 他們是少了六十萬桶的 但是他們是賺多錢的 因為每一桶是貴的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個重點 沒有的 就是你這些必需品 對的制裁 你就不要低能 就是你要自己的綠色能源 你自己的綠色能源 又填補不了空缺 就注定就是要被人玩 另外很多小型貿易 就是去杜拜 新加坡 經一經過河河 然後又賣俄羅斯的石油 但是不是 整天都是這樣的 在那邊組裝完 或者在海上 將俄羅斯的石油 從一艘船運到另一艘船 即是在公海沒有網館 那中間 你要搬來搬去也很麻煩 不過就是為何歐洲賣貴了 一桶一桶就滾 原型的 不是這麼久的 是Briking Back劇情 很喜歡Briking Back 好 還有中國土耳其 中東國家都不斷加大了 他們購買的壓度 買得多又有折扣 團貨 即是你這些半獨裁國家 土耳其 中國 中東這些 賺光 我不讓你救你美國 我不讓你救你西方自由國家 我們反而更賺 即是你虧的那些都去了我們 真的 哪有這麼便宜的世界 好像當年有浴汶 躺在那裡也贏 你自己在玩自己 躺在那裡也贏 哎 這個世界為何被那些白癡 近幾年的世界就是躺在那裡也贏 一定是 你看看蔡英雲怎麼贏 哦 那就要多謝林鄭 在那裡也贏 你發現新加坡現在怎麼贏 就是因為香港的混蛋 又是在那裡也贏 這個世界的趨勢 我懷疑是在那裡也贏 他做最基本的事 害慣就贏了 喂 你長大不戴口罩 你都贏了 我剛剛想說 你不戴面蓋又贏 其實世界也是這麼簡單 你看清楚世界也要贏 躺在那裡也贏 躺贏 所以我們要澄清 躺平就不是代表本屁什麼都不做 就是我們贏的 躺平就可以贏 就是蔡蘭的說法 躺平是人本性來的 以前台灣是愛拼草的東西 我們現在是太平 躺平賽會贏 什麼獅子山 我覺得這句話 躺平 我們不是獅子山精神 而是臥佛精神 臥佛精神 臥佛 這個很棒 真的 躺平賽會贏 我們應該要改歌 但是這些大陸直接抓你回去 我怕 直接抵觸大陸那個 哎呀 那也是出T算了 出T算了 好 然後也有些分析師 前的能源高官都表示 從長遠來看 俄羅斯很難保持頂級石油供應國的地位 因為印度和中國的煉油廠 可以加工多少的俄羅斯原油 就有限制 還有俄羅斯的機械設備老化 就未必可以得到西方的軟件支援 所以未來 或者禁止技術 即進口技術 前路是怎樣呢 就未知的 總之現在就賺到盆滿盆滿盆滿 就是這樣 那我就不知道 然後你美國就是這樣加息 然後你加息來會堆壞經濟 你一心堆壞別人的經濟 打算制裁他 讓他全家產 然後他七雙拳 這個 神經病 這個是十三雙拳 十三雙拳 你打算制裁俄羅斯 讓他收皮 怕就不打烏克蘭 因為你烏克蘭就照打 然後 資源資源就照賺 然後錢就照賺 然後你自己就吃通脹 你吃完通脹 你又想降通脹 你加息 又堆壞自己的經濟 這個是比較亡咎的 這個世界 我都沒有話好說 我都不知道怎樣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不知道他的運作是怎樣的 真的這個 是啊 即是有點打架球 狗狗的那個位置 打架球 你老母親不肯收 中共俄羅斯錢 你做這麼亡咎的事 好像是大家的姿態站得很硬 然後就慢慢移動 然後你打架球 然後你打架球 全世界都知道數字是怎樣的 我都知道 我又不覺得 美國的智庫團體是 傻的 一定計算了 他們知道這些東西 而且他們多資訊 這麼多 他們有實質數字 你每個月石油出口 有多少 你都知道是俄羅斯 你都知道他收多少錢 你計算到的 就是這樣 你制裁之前你都計算到 你已經知道 整個歐洲和美國 有多壞俄羅斯 你所有的數字都計算到 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話要說 然後這個 你是不是說 這個金門 這個厲害了 其實前幾天 或者這幾個星期 一直在大陸有一個攻勢 找一些無人機 去金門那些 台軍駐守的基地 在拍攝 當然不肯定是 當然大陸那邊說 這些是民用的 無人機 跟軍方完全無關 但是胡錫進又在馬上 吹風說 如果你們誰打下來 這個可能是一個警號 一個宣示 好了 終於了 這幾天真的 被金門的駐守人員 打了一個無人機 然後胡錫進說什麼 他說 我們應該克制地對待 不要讓這件事 成為兩岸新的緊張點 是 胡錫進出來玩了很多 為什麼他沒有被人打 他沒有被人打 內地網民也有說 他說 這傢伙是前總編 前環球時報總編 他現在是NOBODY 由他出來救了 又一個人都相信 又出來玩 其實他要害怕 他看到俄羅斯 有一個類似的人 被人暗殺 幾個女兒死了 你有沒有留意那宗新聞 有一個俄羅斯人在網上說很多話 人們以為他是權利下三見愛 他是權利下三見愛 他是權利下三見愛 他是一個KOL 是一個Youtuber 是一個Youtuber 他被人臨崩了 對 那個女兒臨崩了 那個女兒被人臨崩了 大家因為這件事 那個混蛋 原來他圈外人 然後 他說得他好像躺在普京旁邊 對 但那個人馬上在後悔 爬了底 總之不裝勁 那胡錫進呢 其實應該要害怕 中國人有狼腎 那個檢疫站 阻止我跳廣場舞 就推開他 推開他 但推開給雷劈 對 原來不關跳廣場舞的事 因為排隊做檢測 安徽核酸檢測 現場兩人被雷劈死 官方就說死者是跳舞的群組 網民就說 屌你隱瞞 在那裡排隊做檢測 為什麼你不敢說是排隊的時候 讓他去砍一下 你身有屍嗎 現在 這是不幸 巧合 你怕什麼 即是真的激落了 激落了 其實我當時聽到 我好像覺得很大件 其實我有點驚訝 他究竟射 我真的究竟射無人機 你說激落了 又有另一個很好笑的 是 這次在福建 福建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有些 應該是軍方那邊 派無人機拍宣傳 然後被那些愚民見到 兜夜禮袖就扔爆了 飛機 覺得一定是台灣派來的 中國軍方說這件事 中國傳媒說這件事 只可以笑笑說 我們中國人的防禦意識真是高 見到一點就立刻會動手 但原來打掉自己的東西 即是有個填機 不是填機 即是無人機 拍一些宣傳片 然後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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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很拎勾 很拎勾 這個是很拎勾 我覺得很拎勾 你也沒 是呀 是呀 中共這麼短 是呀 無人機拍宣傳片 被吳伊惠特基 見愚民隨手扔來 精準極樂 這樣就準了 和人機都很拎勾 是呀 真的飛得很拎勾 也不是這麼容易拎勾 是呀 因為他要拍一些人 果然是高手在民間 很棒呀 是 好 繼續 新加坡 我們剛才說的 躺平 草會贏 是呀 新加坡現在就贏開項 是嗎 2023年開始 新加坡直接給月薪兩萬美金 我過日五年工作才不正 即是你找到兩萬美金 月薪 我就直接批你五年了 其實這樣說 正常香港這些很容易批 是 他純粹多過堅明 這個實際 就是 不知道新加坡本身是否容易批 但他這樣就變得很容易批 新加坡本身應該都拿鹽 因為你想想新加坡其實 就是 他有一個位置是很重要 你猜不到他會這樣做 就是他開放說 同性性行為不能犯法 很多人沒有形式化這件事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些是回教國家 就是他拿這些很重的 他是為了要吸入國際人才 他已經連這個位置都開了 因為知道 外國那些一定是什麼都會刺 這些位置是新加坡已經做足準備 其實是 不要以為他只是躺平這麼簡單 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嗯 有了準備 香港都應該 空多吉小可以說 就是看著你打新加坡 對 好繼續 繼續 哇 就是 新加坡躺贏實在太幸福了 是啊 在這裏說不說hater 我們今天又有hater 之後再說hater這些 最後才送給大家hater 那麼精彩嗎 是啊 因為那個知名hater來的 知名hater 不是每個人都認識他 但是他有攻擊很多人 又在連登攻擊很多人 哦明白 不過他那一段很荒糕的 在我的留言裡攻擊我 是啊 好 那說一下好嗎 好啊 講完這個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了 現在都10點10分 不是10點50分 是啊 我叫了三十幾分鐘 好 我們講一下這個 那話說 這個hater在我的影片下面 他留言 因為我上個星期 就說我回答這個時候 吵咬人 叫我打招 那他就說 這個世界有善用自由權 和濫用自由權 總之他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條文 他就想出來的 白兵就是後者 就是說我是濫用 是的 逐句調查他 順便給大家了解一下 或者你遇到這些人 有這些挑戰 應該怎樣回答 我覺得我那天都幾摩都回答 其實 你怎樣濫用 是的 白兵覺得只要沒有犯法 什麼都可以做 這樣的話 沒有犯法的情況下 白兵是有自由權 在街上扮狗 餓尿 和吃狗屎 為什麼白兵不敢做 他就有這樣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的 高人清醒 什麼呢 就是自由就是自由 沒有分濫不濫用 還有重點是 這些很重要的就是 哪個定義 是不是濫用還是善用 你定我 定香港政府 定法官 沒有犯法的事情 當然是可以做 還有你不討論道不道德 要是有時間去討論 是不是法律可以讓你做的事情 真的可以做呢 又不一定 因為有道德規限 那些人是不一樣的 那個婆婆的鏟子掉到地上 你不會踢開它 雖然你未必坐牢 也未必犯法 沒事的 但你也不會這樣做 或者你照完鬆 照完槍 一腳踏兩船 這些都是不應該做的 但你沒有犯法 香港沒有通關罪的 是的 但是道德的事情 就不討論 因為有時間去講 簡單講 然後呢 重點就是 我是有權 在街上扮狗屎尿 和吃屎 是對的 但是我也是有權不吃 和不扮狗屎尿 那我就在用我的自由 去扮狗屎尿 和不吃狗屎 所以這個hater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我有自由就要彰顯 是的 我不用這個自由 也是我自由 他不太分清楚什麼自由 另外他就說 人家叫你戴不戴口罩 在電梯空氣不流通的密室裡面 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病 人家也不知道你有沒有病 選擇唯一可以保障雙方 最簡單的方法 又比較有效 就是大面膏 比較有效 這個不是犯不犯法 而是公民和社會責任的問題 這些簡單的sense 但是白兵的自嗨 以為自己很有見地 而且很明顯白兵根本就不懂 公民和社會責任 一尾指引會 我沒有犯法阿崔 跟渣載沒有分別 渣載 其實之前直播也有說過 這裡再重申一次 就是你不知道我有沒有病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病 那為什麼你要假定我有病 普通法行是無罪推定的 就是一天未定罪 一天也沒有罪 那我還未做測試之前 即是我還未做測試之後確診 那我一天還未是病 還不說測試是否準確 更何況我連病徵也沒有 憑什麼說我有病 我也未覺自己有病 你又說我有病 我沒有病徵 起碼最基本就是 我又沒有胸痛又沒有性 那為什麼要我戴綿琴呢 講到公民責任 我們要定義一下 究竟戴綿琴是否有輔導責任 沒有的 是的 究竟社會責任 究竟我戴綿琴對社會有益 還是有害 還是利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利 首先有益 我先當它有用 我都不當它沒有用 我當它很有用 可以防止傳染 但同時戴綿琴又會令到免疫力弱了 我上影片也有講到 腦呼吸少了氧氣 就自力低了 社交能力又低了 如果你每四個小時換個身 一天起碼用三個臉琴 全部交造就不環保 從個人角度又會增加醫療開支 從社會角度又會減低生產力 還要對環境有害 究竟戴綿琴是否真的利大於弊 就真的口同鼻咬 或者真的要討論一下 你覺得令到人病少了 這個是得益 但是我又令到環境污染了 我又減低了一些人的生產力 那是不是真的有益呢 再舉個例子 直播講過了 如果現在香港有很多風化 男人避免他們要強姦人 每個人都要帶個鎖鎖器才可以出街 有鎖器就會強姦人 無論你之前有沒有案底 因為你現在是 我當你有鎖器就會強姦 一定會的 所以就要帶個鎖鎖器 但只有女人才有鎖匙 你想跟他打電話就可以開鎖了 你不讓我弄機的 沒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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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了 沒有的了 沒有的了 搞機不行的了 是這樣的 很殘忍 要是拿豁免 我要確認你的機 我怎樣確認給他看 不知道 我怎樣確認 但是要拿豁免 就好像現在的豁免一樣 撩完兩條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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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肌的證明 就是這樣 平時正常沒有搞開一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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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血有撩一撩一撩 那不是吃了拿東西 也是 撩到船了 然後就是 還有講到社會責任 現在大家的死亡率都是0.1 流感死亡率都上了1-2% 為什麼2018年之前 又不用負這個社會責任呢 沒有的 他們沒有這個印象 之前是沒有的 他們完全不知道 沒有想過這件事 是嗎 原來死了這麼多人的流感 都講了很久的 我有說 好 第三就是 人家外國可以隨罩 和不需要公開電郵 是因為多於七成人打了電郵 從而降低死亡率 剩下三成的人 例如長期病患者 的患者 長期病患者 的患者 就自己衡量 和被大自然淘汰 對 email 在中醫角度 其實是以毒攻毒 對 這段真是純咎 所以要等到沒有副作用的email 要等幾代之後 難道全世界等到沒有副作用的email 所以要先打 那我就很簡單跟他說 其實從外都是 首先香港人已經九成打了 高了 你那些什麼外國什麼 所以他是不是在助證香港 不需要戴呢 不需要戴面感呢 另外就是 香港打針是全球排名很高的 我是喜歡打針的 是香港人 是呀 好聽話的 是呀 高過hater口中的外國人 另外 以不以毒攻毒 就不討論 我不懂中醫 其實重點也一定不是以毒攻毒 是呀 沒有可能 因為你是之前打的email 你現在不是中了武肺 然後做某些事情 我都還覺得 你說你中了武肺吃 蓮巴清君散 那就是以毒攻毒 是呀 這樣就合理 或者即使不對也好 我也覺得過得去 是 但是你打email是預防的 預防 你預防勝於治療 你沒有理由先服毒 就等個毒來毒救我 沒有這件事 拉絲普京 日日早餐吃少許皮箱 皮箱那些 還是水銀 那些朋友 日日吃少許 可能他當這樣說 是這樣的 那你真的要保持日打 是呀 然後就 這個叫做 神經病 重點就是 我知道免疫系統怎麼運行 所以為什麼打兩針 打三針都會確診 都會死 因為病毒變了腫 你知道針原本所 產生的免疫力 是特別的 那種的時候 別人變了腫 你就不適合用 沒有法治療 沒有法治療 變種速度超快 你每半年打針都不會追到 而且你越打他就越變種 你越跑 他就越走 你越吃創痕素 就越有確實性 這個是力量的 所以我們永遠都不會 跑得快 沒有可能 真的沒有可能 所以為什麼現在打到 第四五針都好 都會有人重症 有人確診有人死 對 以上知識 中四百合法 第四 白兵其實你懂不懂藥劑方面 藥品的進化和演變 你知不知道 很多國家社會保健免費的藥 很多都會和上幾代一樣 副作用是比較多的 最新的藥的效能和副作用是比較少的 但是要自費 email和相關的藥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特朗普和拜登的年紀中招 可以這麼快康復 自己想想他們吃的藥 是不是普通人吃的免費藥 他就說 我們平民吃的藥 所以一定要打email 精英階層他們有萬寧藥 他一定能救回 然後我想說 他為什麼這麼複雜化的論述 不可以簡單一點嗎 他懂得這樣想 他就不是hater 你要複雜到 你覺得上流階層有一種藥 是比我們厲害的 他們一吃 我們一吃 然後有一個重點 就是外國已經有醫學團體 拿過諾貝爾獎的特殖者 即是發明Ivermatin 已經發表了很多次 H字頭 I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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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的藥 應該我的英文不好 所以YouTube應該會無法解釋 我讀了這兩個字 這些舊藥是很便宜 而且很有效 不過就是新藥可以賣貴一點 所以就不給用 H字頭和I字頭會不給用 因為他為了新藥賣得好 有效的舊藥就不賣 而他又覺得沒有問題 他不知道 他以為舊藥是有多些副作用 所以不能吃 現在我就告訴你 其實已經證明了是很有效的 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川普中的時候 還沒出的 美國大選之前中的 特朗普還沒用 特朗普還沒用 我特朗普還沒用 2020年10月2日 還沒用 但第一支的Email出來 是2020年的12月 還沒用 兩個多月才出現 所以特朗普沒有打到Email 他還沒用 那Email也會連連打的 是你黃柏宇這麼正底 他無故罵黃柏宇 他連登起底 他知道我的名字 就是這樣 你這麼正底 就沒有去過外面生活 不知 傻B 我以為他不能說黃柏宇 不是 他是說我的名字 不過不要緊 大家去連登會看到我的中文名字 我也知道 他突然打出來 我又覺得他很想 我知道是全名的 那個心情 連登搜尋我都知道 我也有些過去的 但是又未去到 你說完我的名字 我會很害怕 或者很不開心 對不起 我名字 就是達國叫達國 他的名字都沒有達字 他就是林偉偉 所以就是這樣 真的有什麼 沒有所謂 另外我就回答他們 很多國家流感疫苗 都要連連打 不過不會強制 你喜歡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不會迫 才可以去某些地方 這些叫自由 好像現在在英國 就是這樣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叫做傻B 傻B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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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B 傻B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見到hater 有一宗剛剛見到的 就是這個 很你喜歡的羽毛球 就是這個11月的香港公開羽毛球錶賽取消了 因為海外球手不滿隔離措施 就是這麼簡單 正老吧 好 不知道去哪裏打 他們去台灣打 台灣這樣打 現在 不過台灣都要什麼 都是麻煩 台灣都很麻煩 台灣都是麻煩 算了不要打阿周區 算了 算了 什麼呀 你做高域都不能打 美國公開賽 都是阿 都是阿 所以是這些 這些姿勢是要的 OK 好 然後繼續說 就是已經有人揭秘了 就是打這個mRNA疫苗有危機 蛤 OK 就是打輝瑞 是 明白 復必泰 轉機因 那些 那些 又沒有去到的 這篇文不是這麼說 但是他就說會損害人類先天免疫系統 和免疫記憶功能 也對 他有說後天免疫系統裏面的T細胞 T是T for Toy 和B是B for Baby 扮演的角色就是抗敵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當病毒入針體內並受到感染的時候 細胞會隨時產生免疫記憶來預防重覆感染 即是你認得它的樣子 下次就知道我要派些什麼去打拆它 這樣 免疫系統也會在下次行動裏面更加快速啟動 這就是一個這樣的機制 但是當人們遭受到病毒入侵的時候 受感染的細胞會分泌干擾素進一步觸發免疫系統 開始工作 那華省理工的MIT一旦發現 就是現在的MRNA的電郵會破壞I型干擾素 因為干擾素有分三個類別 其中I型干擾素是最重要的干擾素 可以防止感染和致心免疫性的疾病和癌症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打完電郵會癌症復發呢 這是很主要的原因 即是令你的免疫系統 神癮了 MRNA的電郵會破壞I型干擾素的訊號傳遞 科學家表示私打email之所以可以減輕病症 很可能是因為干擾素作用減少了 即是你覺得難怪沒有重症 但是會死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那些發燒 那些東西阻礙病菌繼續侵入 發燒就是會令到你那個 病菌的聚息溫度又不適合 還有你的免疫系統就適合了 即是你升高一點 你的免疫系統就最活躍了 原來是這樣 原來這樣防重症嗎 即是壓低所有症狀 這樣就沒有重症 這樣就可能會死了 即是你被人摘了刀很痛 拔出來沒事了 拔出來飄血都不要緊 我幫你吃止痛 不痛啊 你都想我流血而已 你都不痛 找毛巾幫你吸血 麻省理光解決了 我想了很久的問題 因為我想不明白 因為他第二種病 他不會防重症 其實已經是第二種病了 因為他變了種了 為什麼可以減重症呢 將你的免疫系統減少 原來是這樣 讓你的免疫系統沒有反應 這個可以的 通了所有東西 好 就是這樣 所以會少了重症 但長期恐怕會導致嚴重的疾病 其他病都搞不定 科學家擔憂 如果是先天免疫系統屏障變得脆弱 也間接導致後天免疫 T細胞 B細胞跟著減弱 另外荷蘭科學家表示 在接種email之後 幾個星期內 T細胞活性降低 發炎反應增加 代表人的免疫系統 面臨故障危機 所以為什麼打幾個星期內 這麼多人會累低 那一期是最弱 但不代表長期又會好 因為長期已經是弄弱了 那個狀態是有缺陷 我的天啊 這個真相很殘酷 不過我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 難道真的有勇 可以減重症 原來他當作是必利痛的 按正狀 所以為什麼必利痛有效 他是一個很錯的方法按正狀 他是攪拌你的免疫系統 攪拌到他沒有反應 你的警鐘不明白 我撥響到警鐘 那就沒有火警了 以後沒有火警了 沒有火警 但穿了火門口 沒有穿 警鐘沒有火警 真的 醒了 這個真是獲得了真理 原來真理是這裡 我們有沒有國際新聞說 國伯卓夫死了 之前不是經常都旱災 現在的水災傷很厲害 最新的巴基斯坦 現在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面積被水浸了 總共大約有238個香港左右 蛤 過去一個月是錄得和去年比較超出9倍的降雨量 一個月和去年比較超出9倍 一個月等於別人9年 自己去年下了9年 自己去年下了9倍的雨量 沒錯 我的天 浸了200多個香港 對 200多個香港 那個面積 都很誇張 我的天 因為他說水災的原因是他們比較低窪 他們主要是源河而住 他們也是 加上雪山溶水今年相當之厲害 引致這個水紅步伐 而且那些衛生環境相當之惡劣 被困的人很多要喝的那些洪水衛生 變成了藥疾 霍亂 就全部流出來了 其實都很嚴峻 有水災的地方 不理旱災 這個好 這件事是 沒有這麼差 我的天 我是全球都亂了 是的 現在亂到不得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香港是福地 又回來了 香港真的是福地瘋了 接下來 飛去吹台灣的歐樂軒 那個風 什麼歐樂軒 軒樂藍 不知他的名字很壞 那個風又是很厲害 不知道幾年一遇 現在速度250公里每小時 車載到台灣 對 香港又沒事 應該暫時在車 車到台灣 應該香港 來到香港都沒有了 過了中央山脈 Oh my God 有學到東西 現在的天氣 香港有很多屏障 外面有台灣 從菲律賓 從菲律賓 都沒有了 海南島 這樣 好 怎樣 對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了 多謝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今主 今主先 多謝Sandy Fong 她說support 就是這樣 那個風叫牽南諾 對不起 就不是歐樂軒 不好意思 看來都是歐樂軒 她只有一個字一樣 一個落字一樣 牽和諾 一樣 歐樂軒 牽南諾 很難的 很難的 你眼睜下去一定是歐樂軒 歐樂軒 也台灣嗎 人家剛剛才認罪 我封了 我封了 不知道下個封是否叫台風範高 兩個台風都是鬼 對 好鬼 歐樂軒一靠台 鬼切九十度 神經病 他這樣說的 不是我說的 台灣Yahoo說的 神經病 鬼切九十度 神經病 今天差不多了 好 希望 不至於祈禱 看看可不可以師父早點來 對 如果不然都照這個方式 沒有搞那麼多事情 好 就是這樣 頂多下個禮拜一 之後都會回復正常 好 希望大家繼續多支持下個影片 再見 拜拜